剛剛那段影片我還記得民進黨的立委陳潔如 他向特徵組告發了馬英九總統 國安會以及調查局等官員 是這個不當的搜集情資 洪潤哥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其實他國安局或我們的一些的情資單位 其實對政治人物的真防監聽 從來沒有間斷過 我說真的像我們的電話 有時候講一講 電話會自動斷掉 那為什麼 那絕對不是收訊不好 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問題是我們沒有做壞事的 有什麼怕 就你來聽 對不對 那你說像之前蔡英文 他的所有的行程都會曝光 我說真的曝光 我不意外 但是曝光你連見面有什麼講什麼的 那後面去拔樁 這個才叫人家匪夷所思 尤其像這一次李翔中 我認為他是被逼退 而不是因為健康的因素 如果有健康因素 他從五月份有離癌到現在 他一直在化療 也都很順利啊 那為什麼高華柱會跟他講說 你就以健康因素 你來請辭 我覺得這後面如果沒有更高層的受益 他怎麼可能敢去跟李翔中講這句話 那後面的最更高層的就除了總統之外還有誰 那為了什麼 因為現在離大選剩沒多少了 多少時間了 他要來做這些政治東訪跟禽收的工作 而且換了這個楊國強 我不認為他的能力會比李翔中 他現在一直做 做得更好 為什麼呢 不是說他個人的能力不好 大家不要忘了 他剛剛大家有看到 被逼 被逼是什麼 其實他退休好幾年了 他已經退休好幾年 你就退休好幾年了 你現在要進來又要來國安局 然後你就會比現在的國安局的副局長 你更瞭解維安嗎 我以前在行政院上班過 我也當過反恐辦公室副主任 他們的危安其實我說真的 他們的副局長來做 綽綽有餘 這個都非常簡單 他反而搞不好比局長更熟悉 那他今天這樣子被逼退 只有一個目的 他就是要為了之後的選舉的勤收工作 那其實大家不要覺得 這好像很簡單 我跟你講 如果你勤收工作做得好的話 其實對選舉有很大的幫助 比如說我張宏路 我現在去拜託東豪哥 東豪哥是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的人 他已經答應要支持我了 那馬上就知道情報趕快回去之後 這個要支持張宏路的不行 你要不齊一切手段 去把他拔過來 包括說我搞不好手上用你黑資料或什麼 或你如果要怎樣怎樣 我給你更好的條件 這個就是國民黨 他們用這個情治單位 有得到的情報之後 去做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是對他們選舉來講 最有效的 那另外呢 他們如果就是這個講究比較有的人呢 是一起的候選人 他有在買票 我的情治單位反而不抓你 如果你支持我們的人 我們現在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是呢 如果你再繼續支持他 明天就把你給起訴了 那為什麼剛剛大家會會在講說 以前就半夜被抓走 以前因為那時候是戒嚴時代 可以這樣 但是現在呢 我們如果國安單位 情治單位 有有收集到資料之後 他馬上可以配合檢察官 我們的檢調單位 我們剛才講 檢調檢調 我們檢查官可以依據這些資料 來起訴 那當然我認為有一些好的檢察官 他還是有 有的 但是大部分的檢察官都知道 這個檢檢查系統 他為了要升官 他的上級 他是一條邊的 他有時候不得不做出他該上級 交代他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半夜把你帶走 但現在是用司法來給你加 加租在你的身上 但有時候選舉的時候 還沒選完 就給你起訴 然後就給報紙給你登出來 那選後再說你是清白 那都沒有用了 而且就我所知道 我以前在行政 我反恐辦公室副主任的時候 我知道其實他們我們裡面 我們其實臺灣有八大的情治單位 但像這種調查局跟警政署 他們都會選舉都會估票 而且互相比 看誰估得準 那你想想看 你照理講 你的工作是不應該介入選舉的 那你為什麼還要這個估票 然後報給你上級 報給國安會 這就是很明顯的 你已經把手伸進去選舉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他被換掉 我認為是為了選舉 去做一些李翔奏 可能他之前不配合做的事情 好 馬英九總統 他到底有沒有將他的手伸入選舉 伸入司法 這個深入情治單位 其實我相信人民是有判斷的 我們當然來看到這個是一電視的一個最新民調 那麼在這裡特別有一個問題問到說 馬總統你認為是否介入這個選舉當中的提名呢 回答YES的有42.1% 那麼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其實有四成多的群眾認為 馬總統是有把他的手伸入選舉 我們再來看看 在這裡我們看到馬英九的人事佈局裡面 是不是也有所謂涉入到司法 涉入到這個情治以及選舉當中呢 蔡碧玉兼任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 然後最高法院的院長楊鼎章 在今年十月滿70歲 借臨退休一缺 是由馬英九大學同學司法院的秘書長 這個林景芳來接任 國民黨台中市立委第二選區的預選 兩名現任的藍尾季國動跟顏寬恒對決 最後居然是國民黨黨部決定徵召顏寬恒 而捨掉民調比較高的季國動 背後又有沒有手呢 而王金平宣布布林表參選總統 在今天的一週刊甚至還說 除了這個當時布林表 是因為總統的一句話 甚至連本來有譜的部分區 好像也是因為如此才沒有了 馬英九提名四位大法官 律師黃宏霞 法務部的政務次長吳承環 還有台大法律學的教授蔡明成 以及士林地院的院長林俊一 好 這個只要是總統提名 立法院全數通過 特徵組宣布簽解馬總統的政治獻金案 種種跡象 國動哥怎麼看 我想以前幾不過還不到六個月 這個時候撤換這麼重要的一個 國安局局長的位置 要用什麼樣的理由才能講得過去 當然是健康理由嘛 不然你要用什麼理由可以講得過去 但是這一次的手法 實在是太粗糙一點 粗糙到把臺灣人民跟所有的媒體 都當白痴一樣 為什麼我會這樣解釋 因為七月十八號 馬英九才從訪 訪問南美洲 幾個國家回來 大辣辣的講說 這一次九陽之旅的成功 那這個不是國安單位的一個功勞嗎 怎麼這個時候 你不但沒有表揚國安局功勞 反而就撤換局長 可是你要注意 最骯髒的事永遠要自己人去做 絕對不能有壞人的 這個調動顯然李翔碩不是他們這個圈子裡面的人 所以必須要調動他 當然外界現在各種說法都有了 今天最新的晚報是說他是被逼辭職的 是高華柱逼他的 那我想高華柱逼他的話 馬英九不點頭 怎麼可能辭職的掉 怎麼可能換人 很簡單的道理 是馬英九要他走 比較直接簡單 那我就搞不清楚 有一個最值得懷疑的 李翔碩不是金補充提拔的人嗎 那為什麼金補充可以這個影響力 已經沒有那麼大了嗎 在美國說難道不能跟馬英九講說 不能撤換這個人嗎 顯然中間裡面有很多摩擦的事情 我們外界不知道 但是用最簡單的理由來比例就好了 國安局等於就是大明王朝裡面的東廠 東廠上面一定要有個警衛衛的都市 就是專門在指揮的 他們要抓誰 就要抓誰 要蒐集情報 就要蒐集情報 如果國安局不能去達到這個任務的話 必須要撤換他這個都市 很簡單 一定要撤換掉 剛剛文雄講的 我很贊成 他募調要對付誰 但是要注意 也不見得只是對付宋楚瑜 也不是只對付蔡英文 王金平難道他不要對付的嗎 王金平以前檢察中長都要對付的 國安局會不對付嗎 一定要對付嘛 在整個政治局面 混亂的時候 國安局越顯得重要 然後所下派的任務 如果都不能指揮的洞的話 那怎麼辦啊 所以就荒唐到國安局都可以派人到雲林去查帳 去看他們財務說 為什麼你們帳戶也要問我們從不知道國安局可以管這些事情 一般人民的觀念都是什麼警政署跟警察 人民接近比較多一點 第二個是什麼調查局 大家看見他調查局 辦人民所犯罪 很少去對國安局有了解 如果說你真的對國安局了解 要知道說國安局的重要性在哪裡 不是只監視政治人物 一般的 不客氣講 包括媒體圈 大部分都也是在監控中的 哪裡有那麼簡單說 一個國安單位 每天只跟總統報告一點簡單的政治人物的事情 不可能 總統要知道任何事情 國安局都有義務 要承報上去 這個就是嚴重在這裡 今天馬英九在第一任 二零零八年就任的時候就講 他絕對不用這一套監聽監控什麼絕對都不用 可是七年下來 我們看見一件一件證明 這隻黑手 由然是總統府生出來的 國安局這個重要的職務 從過去李登輝時代 他就種下一個惡果 當時警備總部 那時候還沒有解釋 現在是警備總部 警備總部要解除掉的時候 一半的成立海巡署 就是海岸防衛隊之類的 一半的重要的全部歸國安局 那時候如果能夠轉型 整理一做的話 國安局今天不敢這樣 就是沒有做 我那個 經理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東德西德要合併的時候 他們最糟糕的 那個叫國家安全單位 等於跟我們國安局一樣 就監控所有他們東德人民的一舉一動 誰寫報告 誰什麼 他們最後要解散合併的時候 他的國安安全部的大樓 整個變成是轉型正義的大樓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到裡面去借檔案 去看檔案 當年我是被誰檢舉 當年我是被誰做黑屋 黑資料的 人家是這樣做轉型正義 我們不是 我們把警備總部解散掉 以為說臺灣現在都已經沒有人可以用這種 戒嚴法來管我們 可是國安局還在啊 他是接替了這個工作以後 更糟糕 因為他控制其他七個情報單位 全部調查局警聖署海域 全部都在控制了 表面上人民跟他沒有接觸 可是他的指揮 怎麼指揮法 最近有人強出來了 今天自由時報有暗示啊 調查局的問題 國安局李翔碩你能介入嗎 介入不了的 因為還有那個老資格的大佬 調查局大佬在後面掌控 高華數可以透過這樣去掌控調查局 那你李翔碩要做什麼事情 李翔碩因為做最骯髒事情 這是他軍人的風骨 我們要看看到底怎麼樣 如果真是的 因為健康理由的話 平常講以一個最簡單的腦筋想 他都可以要李翔碩去住院 然後來宣佈他這個健康問題 你出問題要調換嘛 連這個都不做的話 他的手段是出產啊 好 楊老師在這邊我們也看到了 一個司法的網狀圖 那麼中間圍著 當然同行就是這個馬英九 然後旁邊在 延伸出來了一些所謂的人士 在十個月了 馬英九總統布這麼多樁 是為什麼 你不能講剩十個月 只剩一百七十天多天 選完以後到二月份 他雖然沒下台 所有的人都知道新的組織上來了 所以 所以所有現在 過去做壞事 現在要掩蓋已經快來不及了 只剩一百七十多天 有兩個可能性 我要求你再做一件壞事情 譬如說 過去的監聽資料 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因為馬英九很可能的罪状就叫做監聽啊 非法監聽跟非法洩漏監聽資料 黃世民還沒有按照這一條被告啊 黃世民最後是一般刑法的泄密罪啊 那違反監聽法 將來國安局也要面對呀 假設好了 我今天指示國安局做壞件事情 李翔都覺得 嗯這個事情好像不合法 恐怕要審慎斟酌研究一下 就當場換掉嘛 沒錯 這種事情你既然不肯做 那我們就換一個人肯做的了 那這點我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可是這次一種可能性 你要做那個壞事恐怕很壞 連他都不敢擔呢 因為那個事情恐怕將來如果萬一 轉型正義或者政黨輪替出來了 連我跟你一起下台 哎 以前的調查局長跟了總統一起走入牢裡頭去 對不起這個事我不能幹的 第二 說不定有別的事情要做啊 就是以前的監聽資料要處理 為了自保 我講個不客氣話 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王清明那個監聽的原始 原始動機是什麽 監聽多久呢 柯建民 國安局沒有掌握是不是 我不太相信 所以咯 國安局是不是要稍微有點展望 將來有點展望 先要有點展望 或者說為了選舉我要你做一件什麽樣的事情 我只知道胡政府當著我那面講的 說當時他就是 最後面不能答應沉嘴扁 說什麽也不能答應 你一答應就是大筆的錢 他說這個真的不能答應了 他還跟沉嘴扁解釋半天 三天就走人 時間都不要給他 換了人立刻作業 這種事情在總司令未接的可以做 國安局長當然也會做咯 我不知道是哪一塊 可是自保還是要再做更壞的事 我不知道是哪一塊 可是我希望李翔走 這位退休的身體不太好的 問號身體不太好的 他是被身體不太好請辭的 你最好自己清楚 將來可能會被問到 你是到底被要求做什麽事 你要講出來的 你要清楚這種事情 不會永遠在坟墓裏頭的 他有些事情到了法院 你就必須要講 所以我為什麽剛才最後在呼籲那些 一個人幹不了壞事的 所有的歷史歷代 或者我們看台灣過去 都是長官要做什麽 他一定要有人做活 他一定要有人跟上 而且還不是一個人 所以他才會留下所謂痕跡走過 如果一個人走可以不留痕跡的 可是這個時候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我相信還是有那種 覺得國家法律還是比人大一點 好 我們稍後回來 719 洪秀柱已經確定提名了 可能這個時候送主席要出來了 那這樣子程度用一個貪污治罪條例 來去所謂的請他來以被告的身分 我真的不希望21世紀還會發生 國民黨這種所謂的藍色恐怖